欢迎收看今天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谭若仪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以及全球的新闻看点 美国将要求所有入境旅客登机前 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据知情人士说 在联邦政府与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小组 进行了数周的讨论之后 将要求所有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乘客 在登机之前出示COVID-19阴性检验证明 这项命令预计将于1月26号开始生效 防止再乱 拜登就职典礼不许民众进入国会大厦 刚上任的国会警察代理局长尤格兰娜·皮特曼表示 已经制定了全面的计划 以确保国会议员和拜登 在1月20日就职典礼的安全 为防止出现暴乱事件 就职典礼将不允许公众进入国会大厦 也包括广场 暴乱事件后 第二位美国国会大厦警察死亡 在上周川普支持者暴乱事件后 第二名当时阻止暴乱的国会警察传出死讯 国会警察的声明中没有说明死因 不过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 援引执法人员的话说 他的死是轻生 洛杉矶学区要求学生返校上课前 先打新冠疫苗 洛杉矶学区表示 在学生们回校上课之前将会被要求接种新冠疫苗 学区内所有的学生可以在2022年1月之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学区也表示 家长可以选择不让孩子打疫苗 而选择继续接受在线教育 中天中午 正立报道